孔俊其实是一个嘴巴不是特别特别快或者是特别 特别我们就会老和老和和他开玩笑没有一个都关系比较好 所以所以感觉就是像嗯 就像欺负他一样其实就是我们开玩笑的一种方式他像那个像什么 鸵鸟 啥 为什么 因为他个子高嘛我腿又很长 我走起来然后腿又特别特别细 就是女生应该都会羡慕的那种腿细 不是你意思是我肚子肚子比较大了 摸着自己的良心 摸着自己的良心心在左边 心在右边 在本次采访中你们将完全推行本心 不刻意隐瞒不夸大提题 常常回答所有问题都是真实无误的能够保证吗 我保证如有撒谎 张哲瀚老师唱呜呼 我保证如果我说谎 龚老师掉头发 他太狠了我应该晚点说 我我不打呼 我不打呼 但是我们俩 呃就是 所以家族一传交响约 睡觉交响约 我根本没睡着我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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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能回击 没想到龚老师的唱歌歌声真是如此的美美 能不能别聊这话题 赞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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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唱的真好 没想到这个歌声竟然陪伴了我三个朋友 每一天都能听到 唉 哎 这是对戏呗啊偶尔会 偶尔会 恶搞得下 我不都跟那个龚老师替谁演 你给我把话说清楚 这句话你必须说清楚 开玩笑 我没电视 开玩笑 开玩笑 拿场器 不是我给你打的 龚老师 又别急 第一印象 老干部 肢体不卸跳 第一印象你怎么知道我肢体不卸跳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是在那个训练啊 哦我们去管啊 对啊 我看到他同手同脚给我笑死 他打不打电视都没问题 哈哈哈 你知道为什么吗 通常脑子比较笨的人所以就叫武力比较高一点 知道吧 像我们这种不靠粗糙打架 谁跟你说的 我 步步为零好不好 我剩下了很多棋子 都被 都被你给打断了 开玩笑 不不不 那我们这边 试试试 你也来试试 我真的不行 你唱完了我都 你唱完了 对啊正好 你快一个 下个问题 没有问题了 最后唱完就结束了 还有好几个问题 来嘛 唱一句 我唱过了 还最后一句 唱完就结束了 忘了 你快听完了 真不记得怎么唱了 我喜欢 一类人心 刷苦 再一揍就在上面 行 哈哈哈哈哈哈 好爱 你也一直发财 他已经发财了 你看哪方面话题 嘿嘿嘿 嘿嘿嘿 你看郭老师笑着那个特别见搜索 他就会 嘿嘿嘿 嘿嘿嘿 然后他一直 傻 傻 傻的一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等会以后可以处理一下 哈哈哈哈 我完成任务了 Are you kidding me? 傻的你巡换呢吗? 我跟你兄弟弟弟们